大家好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 我在2019年最新搭建的电脑桌面 我说的是真正的电脑桌和桌面上放的物件 不是操作系统里面那个放图标的桌面 最近关注了一些油管频道 发现电脑桌面竟然可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 主要是一张桌子 还有一些小物件 最重要的是自己用心的设计 更新后的桌面不仅扩展了空间 变得更加美观 还会提高工作效率 下面开始我的2019电脑桌面搭建之旅 首先介绍一下用途和使用场景 我的电脑桌是游戏工作双平台 一个Windows台式机以游戏为主 一台苹果MacBook Pro笔记本电脑 是工作为主 有时需要连接外置显示器 使用MBP自带的键盘进行双平工作 Windows系统和Mac系统一般都是切换使用 偶尔会同时使用 先说第一件物品 这要从2018年底的双十二构筑的一台华硕86U路由器开始弹起 因为路由器是网络的中枢 之前的路由器是思科的EA3500 它不够强大 稍远一些 即便是2.4G的WiFi 信号和连接速度都不够用 现代的华硕86U路由器 它的5GWiFi信号 覆盖范围扩大了很多 信号变强了 连接速度变快了 举个例子 电脑桌距离路由器的距离是7到8米远 还要穿过一堵承重墙 苹果MacBook Pro的接收信号强度 RSSI可达到-50左右 在-45到-52之间 连接速度可以达到500到800兆BPS 接近千兆有线网卡的速度 宽带是连通的光纤200兆 WiFi连接速度不会成为宽带的瓶颈 从NAS网盘复制文件 也可以达到每秒钟 50M的速度 路由器强大了 可能性就多了 这样才可以把电脑桌面扩展到 距离路由器更远的地方 华硕86U属于千元级别的路由器 如果预算不多 还可以考虑荣耀路由器Pro2 300多块的价格 已经给几位小伙伴推荐了 目前反馈效果还不错 既然是电脑桌 重点是电脑 先说苹果笔记本电脑 这是一台2013年末的MacBook Pro 13英寸 已经用了5年了 电脑虽然貌似很老 但是仍然可以正常运行目前最新的操作系统 MacOS 10.14 以及各种软件 当然还包括Final Cut Pro视频编辑软件 操作算不上流畅 但是处理普通的1080p视频也不觉得卡 这台老笔记本虽然能正常运行各种软件 但是也能感觉到它已经到了暮年 这台是雷电2的接口 外接4K显示器不支持60帧模式 最高只能达到4K30帧 4K分辨率缩放到1080p之后 系统界面和字体非常清晰 但是由于30帧的缘故 窗口移动时跳针严重 看着很不舒服 说说升级建议 我在等新一代10纳米的MVP 估计今年2019年会发布 虽然去年2018款的MVP 相对前年2017款的性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2018款的CPU仍然使用的是14纳米的制程 要知道2014年初的第五代CPU 就已经是14纳米了 2018年的CPU是第八代 估计这是最后一款14纳米的CPU了 我现在用的这台MVP是 最后一代的22纳米的CPU 也就是第四代 我不想买14纳米的尾巴 最好是等到10纳米的第二代 因为10纳米的初代有可能会不完善 说完苹果笔记本 接下来看一下MVP电脑历史支架 这是我买的第二个MVP支架 之前买过一个金属的历史支架 后来七天无理由了 更喜欢这款木制的 国外油管上很多视频用的都是同款支架 品牌都是一样的 桌面空间有限 节省空间最好的办法就是竖起来存放 少占用空间 比如台灯夹在桌面上 麦克风的悬臂也是夹在桌面上 86U的路由器是站立式的 既然这么多的物件都能站起来 我也把PS4游戏机也给站起来了 显示器 这台显示器用了好久了 2011年的戴尔U23EEH 23英寸1080P IPS屏幕 年前准备升级显示器来着 看中了RG的27英寸的4K显示器 可因为这台MVP不能使用4K60帧 暂时先外接1080P的显示器 忍到换笔记本的时候与显示器一起升级 这台显示器因为比较老 没有HDMI接口 有一个DVI接口给台式机用 还有一个DP接口给MVP用 它们之间用一条miniDP 也就是雷电2转DP的转接线 关于显示器的升级 在尺寸方面 以前我是很保守的 觉得27寸的4K就够了 最大不能超过32寸 但是看了一些油管视频之后 我的认知改变了 它们用的显示器很多都是34寸38寸 很大 看上去很舒服 到京东查了一下 价格好贵 有一款RG的38寸 价格是1.2万人民币 如果花这么多钱买个显示器 还真不如 下次干脆把苹果笔记本和显示器升级的钱 合并到一起 买个iMac 5K得了 由于可谈的内容比较多 桌面分享分成了三个视频 这是第一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